我们已经有很久没有说过新一代丰田汉兰达了 因为自从汉兰达换代以后 全系都换成了2.5的油电混动 再加上车身尺寸的增大 它的入门的门槛被拉高了 同时也有一部分人去买了它的姊妹车型皇冠路放 这也导致它的销量有不小的下滑 但作为多年的中型SUV的标杆及产品 汉兰达的实力依旧在 最近新一代的汉兰达2.0T 燃油版的车型被排到正在路市 据悉燃油版的新一代的汉兰达 可能会在今年的北京车展正式亮相 从路市车的五尾叠照来看 燃油版的汉兰达仍然保持了混动版的外形 只是车标少了蓝色的点缀 除此之外基本上看不出什么变化 通过车辆尾部的标识能够看出 路市车是一辆四驱版本 而且应该是七座版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新一代汉兰达的2.0T发动机 应该和老款是一样的 功率是220马力扭矩350牛米 变速箱匹配的是6AT 汉兰达上了燃油版最大的好处 就是会拉低它的入门价格 这样销量肯定会有所提升 但缺点就是需要加95号的油 油耗表现一般 如果你对2.0T的新一代的汉兰达有兴趣 可以等北京车展 关注一下实车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